我觉得就是沟通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平台或者需要一个渠道 那么现在由于中国企业就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文化的限制 以及对非洲当地的了解可能有一些程度上的欠缺 所以导致中国企业可能对于沟通这方面 它并不知道要有一些企业并不知道要跟谁沟通 要怎么去沟通借助什么样的渠道和平台沟通 所以这方面我们特别希望非政府组织能搭建像像IED这样一个广阔的一个这个平台 那么可以基于双边或者多边的对话 来把相关的这个利益方包括企业政府都纳入到这个平台当中 能够把这种对话机制让它定期化 这样的话企业有可以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 可以找到需要沟通的人可以听到相关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